謝謝主席 麻煩尤其部長還有水綠署的署長 我們前兩位 謝謝 好 委員好 是 部長好 署長好 接下來問題部長要回答 署長要回答都可以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論事來談 國家要建設 大家都支持 但我向來的原則是國家的建設 不可以讓成為特定權貴 謀利的工具 我為什麼這樣講 真人水庫當初淤泥 說要抽泥 大家都支持 蘇貞昌院長那個時候還跑下去關係 但這個案子上一屆開始由立法委員開始追 離譜到什麼程度 你們那個時候招標給英系 大窗角 蔡清旭 每一頓65.5元 結果他馬上全部轉包出去 一頓40塊 他從政府這邊拿錢 一頓65.5 他轉包出去 一頓40 我算了一下 這樣子轉手 空手套牌人 利率 賺的錢 高達40% 高達40% 那結局完了以後 經濟部水利署 那個時候去年說 將刊登採購公報 要沒收履約保證期 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 現在進度如何 跟委員說明 我們所有的採購是針對 政府採購法 公開採購 我們並沒有針對特定的對象 給予特定的待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剛剛所提的部分 旅約保證金 現在還有我們劉淳在這邊 沒有發送給廠商的 將近2600萬左右 結果他這樣轉手 我先問一個 你們事後有沒有檢討 為什麼你們一開始的時候 一頓65.5 他有辦法一頓40塊轉包出去 中間空手套白狼賺那麼多 這基本上我們把所有的招標記錄調印過來 包括這個標之前的 因為每一個水庫的輕女的作業 成本不一樣 那至於這個案子 所以你們當初一頓65.5 事後檢討 認為會不會太高 今年我們新的標案並不是這個廠商得標 沒有啦 我說啦 每一件事情發生 我們總是要冷靜下來 看過去發生什麼事嘛 如果有發生什麼錯誤 以後不要再犯 我從頭到尾沒有說 說你水利署 去特定圖利什麼人 我剛從頭到尾都沒有這樣講喔 我只有說 我不贊成 讓特定的權貴可以上下起手 這樣子轉了一手 暴力高達1.3億耶 看在一般上班族的眼裡啊 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所以我今天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很具體 這個案子你們回溯過去看 你們有沒有去檢討說 為什麼我們當初一頓 要給他65.5 為什麼他一頓轉包出去 適時就可以做 結果搞了半天 他空手套白狼了以後 利率40%以上 這是我的問題 署長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這基本上我們有連政平台 第二個部分啊 在整個採購的過程裡面 他的得標是65塊 他不當的分包出去 那分包的那個內容怎麼樣 沒有啦 他也沒有不斷分包出去 我全部都查出來了 他分包出去的架構就這樣子啊 給三家公司啊 盡力 盡倉 盡城 這三家公司事實上是同一批人在開的啊 他沒有不斷的分包出去 他只有轉一手啊 他沒有跟我們講 對啦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很具體 沒有依照合約來講 我剛剛的問題很簡單 只有說 你們有沒有回去檢討過 幫出這個價格的訂定 是不是合理 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第二格的訂定 還有包括抽泥船 還有包括勞務的部分 他現在分包出去的是純粹是勞務的部分 那至於船體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這個成本 那至於其他的水庫的清淤的這個 單價的部分 事實上條件不同 還比他的還更高 所在多有 好 沒關係 第二個部分 旅約保證金 現在沒有沒收得有多少錢 我們現在流存差不多是2600萬 那退了多少錢 退了應該是退了三起左右 退了三起大概多少錢 大概是差不多 我們再查一下 應該我記得現在是最後一起啦 有沒有考慮 依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退回的追腳回來 我們本來就是依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對對對 要求他 現在你還沒有還給他的先扣著 這個我知道 剛剛署長說2000多萬 已經退還給他的 有沒有考慮依照政府採購法的部分追腳回來 這是我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把它提報為不良廠商 是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我了解 對 那我的意思是發還的旅約保證金 有沒有考慮把它追腳回來 這是我的問題 那一旦是工程會確定的話 我們會依照契約來執行 對 依照契約來執行 那有沒有發還回去的 要不要追腳回來 那過去有旅約的部分 當然依照契約來執行 那現在留存在我們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實際上就扣底 所以你已經發還的部分 沒有要把它追腳回來 這個是我的問題 依照政府採購法31條第二項第七款 是可以把它追腳回來的 現在問題很簡單 你扣著的部分 當然不可以還給他 你已經退給他的部分 有沒有要追腳回來 我的問題沒有很複雜 也沒有很困難 委員 廠商已經履約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把履約保證金 退回給他 那若是還沒有履約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扣底 留存起來 那他違約的部分 我們就是依照我們現在所 留存下來的這個履約保證金 去做一個扣底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已經還給他的部分 沒有要依照政府採購法 31條第二項第七款追腳回來嗎 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剛剛你繞了半天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剛剛有說明 他契約有履行的部分 我們當然依照契約的規定 去給付他的價金 包括相關的這個履保 然後扣他兩千多萬的履約保證金 從政府的觀點來講 這樣是不是真的在確保 整個採購程序的公正性 學長可以承諾嗎 我們承諾依法行政預約處理 OK好 然後省築施 會不會有給這一個 又死ιά entre mythology